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趴哥哥 辐射高校第三季终于是来了 这一次的话,如果你有实力 你能够打到140层 但是小趴我敢在这里说 前明日大陆,没有一个人能够打到140层 当然,这只是在第三季的情况下 第四季出了新武器就不一定了呀 而且出了一个新的青鸟号背包领额 这个青鸟号背包好像挺贵的 这个纳米反应是给科金玩家用的呀 还有这个凌云壮志的新皮肤 新衣服,我就不吐槽了 这女角色的还能看 这男角色的完全就是 给你们看一下吧 男角色的动作到底是怎样一个憨憨 这他喵跟个二傻子一样 把飞机扔出去了 哇,太寒了 然后就是辐射高效了 小趴进去之后呢 打了两个boss 第一个叫铁手 打了两秒 第二个叫啥来着我也忘了 蜘蛛人 打了他有三秒吧 然后他就没了 这也太简单了吧 但是我没想到 就打了这两关 我猜到今天就不能打了 不是说可以冲刺楼层吗 这样就没了 小趴这一关用了49秒 我们驱第一名用了24秒 我去 他们整整比我少用了一半的时间 这人是怎么打的呀 难道说他没有对话吗 不可能吧 那么问题就来了 你们驱辐射高效第十层 最快的是多少秒呢 小趴所在的秋日森林大区是24秒 接下来又到了愉快的秀恩爱时间 小趴我是真的没想到 网易居然出了一个双人踏村的活动 这不是让我们有同居的玩家去秀恩爱吗 这一波狗粮吃的不能怪我呀 只能去怪网易 但是小趴在这里放风筝 却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放风筝之后呢 准备拍照 然后我一点拍照 这个放风筝的动作就没了 这他没有放风筝不让拍照 你整他干啥 哎呦 这个说实话插屏啊 后来呢 小趴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让我的同居在这里放风筝 然后我去帮他截图 这样就可以拍到他放风筝的照片了 好的 赶紧放灵灵 就等你了 掏出你的风筝 来吧 哇 我家林林真的是太可爱了呀 我的心都融化了 OK 接下来就是那个什么幽灵传说 小花在这里做完这个任务之后 遇到了Rachel 然后咱们有两个选项可以选 当时看直播的人真的是太坏了 因为如果你选第一个直接去做任务了 选第二个的话 你还要回来去选第一个 我当时以为选了第二个就没了呢 然后在那里磨叽了半天 简直就是被他们给骗惨了 后来呢 后来呢 小花找到了马蒂尔达 然后我居然在秋日森林遇到了84级的僵尸 我去 太恐怖了吧 吓得我赶紧吃了食物 打了状态 然后我发现一枪下去200多 这台上84级的僵尸这么差劲 啊 这也太差劲了 但是你敢想啊 最后咱们做的这个任务是啥吗 说出来你都不信 这马蒂尔达居然让我们去捡他的爸爸肥料 我敢说 这个活动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参加了 也就是说 所有的人都捡了马蒂尔达的爸爸肥料 这个小女孩真的是太坏了呀 太坏了太坏了 OK 说到这里 咱们秋日区的奋进号背包 不对 是青鸟号背包 终于是有人上架了 售价高达189万 这他们要是天价呀 小怕我只有156667根镜条 他要189万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小怕我还是默默的砍书钓鱼撩闷吧 我是小怕 下期再见